欢迎收看大爱五间新闻 我是任嘉珍 看看这个又是丢垃圾惹的祸 高雄一台资源回收车 在回收站压缩故城突然冒烟 原来是民众丢瓦斯罐 里头还有瓦斯 经过碰撞产生火花 差点酿成爆炸 清洁队呼吁丢高压罐时要排气 危险物品也要告知 才能避免意外 资源回收车把回收物卸下 准备进行分类 却看到阵阵白烟窜出 清洁人员赶紧洒水降温 在压缩的过程中 它可能就是因为被挤压 然后有火花 就会产生了燃烧跟闷烧的状况 罪魁祸首原来是没有用完的瓦斯罐 因为碰撞产生火花 其实像是杀虫剂 发胶罐 喷漆 都是易燃物品 回收前一定要将残器排出 是没有趣的才会回收 不能丢到刹车 压下去让气体排空 确定没有气体声音 除了高压瓶外 打火机和电池都是危险物品 千万别跟其他资源回收物放一起 打火机的部分 像这边里面就还有残留一些液体 那这边就是要请民众把它排空之后 再回收 就压着旁边开关 就可以泄漏 这是比较安全的方法 如果不会排空 丢回收时要清楚告知人员 才会避免车内燃烧 灾害发生 大爱新闻 新闻网昭中高雄报导 国际一连串意外 首先是巴士落水事故 这是在肯亚传出一起不幸的巴士意外 东部的基图一郡 一台满载天主吊涂的巴士 准备前往参加婚礼 行径还在淹水的路段 结果驾驶强行通过之下 导致整台车翻覆落水 造成至少23人 不幸溺斃 看到这一台黄色大巴 试图涉水通过 结果就当快要成功时 突然车身不稳 整台往左边倾倒 现场尖叫声四起 在福寨城的巴士 有人急忙从车窗逃出 或者是爬到车顶 但是水淹速度相当快 瞬间整台车辆完全淹没 只有17个人被幸运救起 好 也在非洲 这是普隆地 一场监狱大火 这一烧造成了38人丧命 60人受伤 普隆地副总统 亲赴监狱坐镇指挥 整座牢房烧得焦黑 天花板也都没了 可见当时火势有多猛烈 这一所监狱位在首都及特家 原本容量400人 现在却关了1500位受刑人 大火发生当时是在当地时间的凌晨4点左右 许多受刑人都还在睡梦中 内政部表示这是电线短路引发的火灾 而这一所监狱8月也曾发生过大火 当时无人伤亡 预方当时也把原因归咎于电线短路 新变种威胁全球 现在各国都在催打疫苗 尤其世卫组织特别呼吁 要帮助欧洲国家来防疫解决 像是在非洲疫苗不足的问题 但现在也在非洲 奈及利亚传出了上个月 有百万剂疫苗因为过期而报废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些过期的疫苗都是透过了 COVAX平台送来的AZ疫苗 除了图显出当地政府 没有能力管理和保存之外 还有些疫苗其实送来非洲的时候 就已经是过期了 当局根本是来不及使用 这次报废数量多达百万剂 听起来让人心疼 而路透表示可能比某些非洲国家 收到的总疫苗数量都还要多 至于世卫组织承认有些剂量是过期 但并没有说是多少剂量 也受到疫情的影响之下 其实贫困家庭更能熬 全球饥饿人口迅速增加 估计在全球有超过9.5亿人 处在有一餐没一餐的饥饿状态 日本举办了东京营养峰会 线上串联全球 开幕大会上首相岸田文雄 抛砖引玉宣布援助开发中国家的具体行动 安田文雄表示除了援助资金之外 也希望能够以科学技术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粮食系统 稳定供应粮食 而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指出 全球饥饿人口超过了9亿人 来到9.57亿人 这是台湾总人口数的42倍之多 而每分钟有11个人因为饥饿而死亡 东京营养峰会两天会议将会会诊成果 提供各国政府与企业协助解决饥饿问题的对策 至于美俄领袖这一场视讯会议是非拍不可 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廷 针对乌克兰的主权展开会谈 透过一幕看到了包括了拜登和普廷 亲切的打招呼 拜登开场先友好寒暄 说很遗憾 上次的G20没能见到面 希望下次两人能够亲自碰面 而针对西方国家所担忧的俄罗斯 可能入境乌克兰 白宫声明指出 拜登强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 呼吁降低紧张情势回归外交 两人会谈大约是两个小时左右 好看看俄罗斯这是72年来 最大的降雪让街头成了一片银白色世界 放眼望去 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 一整片银白世界 灵冬到来战斗民族发挥本色 采接购物遛狗遛小孩 生活一切照旧 不过这场雪其实并不寻常 根据俄罗斯气象中心资料 莫斯科7号最升级雪达21公分 相当于一天内就入葬12月份 两成的平均降水 景色美归美 吓坏人的画面也不少 意外频传 交通大打劫 当局出动上万辆铲雪车 7万人力 规模也是史上之最 而在圣彼得堡 哀哀白雪 金黄阳光 氛围的确很不错 民众却笑不出来 俄罗斯气象中心表示 这波异常湿冷天气 主要是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 降水和低温 预计还会再持续一天 大约新闻出款编译 好 缤纷大雪中就会想到了 耶旦新年假期 而赶在耶旦节之前 加拿大肃理磁力志工 前往街友之家赠送过冬物资 并且送上了最争执的祝福 但其实年复一年 志工希望不要再看到老面孔了 期盼街友走出人生的阴霾 来 迎接阳光 摄氏三度的低温 皆有用卖场的推车 带着自己的家当 想找妻生之处 入冬后气温骤降 加上疫情反复 慈激志工准备冬令物资 到宿里皆有自家发放 我们这次发放 有分男生的生活包 跟女生的生活包 或者是女生的生活包 那女生的生活包里面 跟男生生活包 那我以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很贴心地为女生准备了 女生专用的 关怀弱势族群 宿里慈激志工从2002年开始 每年都会在岁末为街友送上东陵五字 今年届满20年 尽管大家就像老友 但此季发放的人文不能忘 我们发放一定是 三个人的感恩尊重案 然后原来这个机会来发放 然后我们给的时候 一定是尊重的 因为在小伙伴的地方 这个问题是让我们看到 35份过冬必备的预寒物资 暖了大家的身 志工在亲自送上禁思雨和关怀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爱的温度 耶但夹节在即 志工稍来的温暖 让这群战储人身低谷的街友 能有更多正向能量 迎接属于他们的阳光 大爱新闻 知识美志工 吴群芳 游德坤 加拿大报道 至于在疫情之下 无法亲自参与 但是温情依旧在 来看的是在纽西兰基督城的 慈祭奖助学金的颁发典礼 因为疫情的缘故 因此是把奖金 由支票改为汇款的方式 再由校方转送给得奖学子 奖状则是从奥克兰快递到基督城 今年当地一位志工勇于承担 协助两所学校圆满了颁奖典礼 这位在奥克兰 志工则是在金斯堂 线上同步祝福 南岛的基督城 北岛的奥克兰 科技连线 祝福也串联 欢迎来到我们的学校 谢谢你们的爱 谢谢你们的看法 感谢你们今天的光 非常感谢你们 奖助学金会到学校指定账号 奖状快递送达 05的高中与詹姆市小学 校方和家长都相当用心筹备颁奖典礼 它是美丽的 知识 我们的家庭是你和其他人的工作 因为我们的家庭提供 我们的家庭会比较好 我非常感谢 谢谢 往年我们就是都有蛮多的学校申请 那今年包括奥克兰基督城 因为都受了疫情有封城的现象 就是有些学校没有办法上课 所以对这个奖助协金的申请 这个也比较就是说减少了很多 那我们一起来祈祷 希望明年疫情能够赶快消灭 然后让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孩子 疫情尚未消灭 基督城当地志工张艺元 代表慈祭纽西兰分会协助典礼圆满 大爱新闻政审委之工张立真 谢锦志纽西兰报导 马来西亚年底进入雨季 而在雪兰俄州 不少地区只要是逢雨季 必会淹水 看到慈离志工他们启动了勘灾 发放马不停蹄 大雨来得快又急 那一夜特别漫长 马来西亚进入雨季 位在滴挖的安邦地区 车子 房子都泡在水里 马来西亚进入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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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午 8.30 雨中已经一杯 所以在连续 游泡的一杯 进入雨季 上午什么 上午2个 上午5个 样子 今天下午 大雨季 在飙季上 把湯走 当然 巴喜 赖以为生的菜园 损失更是惨重 忧心忡忡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需要 雪隆慈激志工在勘灾后 立刻造册发放 送来必要的物资和祝福金 风雨后又见阳光 此刻的温暖醉上心头 带来新闻 珍珍美志工何永康 苏玉发 谢爱芬 马来西亚报道 放下灾难的伤痛 建立起合作机制 两年前在南投民间的 仁和村爆发土石榴灾害 在当时此际展开了救灾 这个效率 令民间相公所印象深刻 今年是正式的双方签署了 防灾合作备忘录 加强双边联系 也是继和各县市政府之后 慈激首度和基层公所 签订合作备忘录 2019年8月 南投县民间乡仁和村 爆发严重土石榴灾害 慈激志工动员救灾 提供物资 并送来浮惠床 让安置在活动中心的乡亲们 获得妥善休息 历经这次灾害 民间相公所与慈激更紧密合作 今年8月份 公所还特别邀请慈激志工 参与结合防疫与救灾的演练 为加强未来合作 双方正式签署了防灾合作备忘录 民间与官方密切结合 有助提升防灾救灾效率 未来慈激与民间相公所 不只在防灾工作上并肩努力 也将在慈善 人文与环保各方面 更加强结合 共同为乡亲服务 打开新闻 张国丹 欧阳光辉 南投报导 迈向智慧能源 今天起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 在台北登场了聚焦智慧除能 风力发电和太阳光电 其中国内科技大厂 利用了玻璃纤维材质 制作出太阳能板 这技术可是大大突破 在现场因为有机构焦已经黏住了 不过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有弹性的 它不像玻璃一样是不可饶的 仿照安装在公车顶端 眼前玻璃纤维材质太阳能板 国内技术在突破 光以重量来看 玻璃材质每平方米10公斤上下 新技术克服下减轻道指剩三分之一重 可广泛应用在建筑和交通工具 今年年底也有一个project会上第一台电动巴士的车顶 一般一台车子大概可以耐用年限大概在10到15年 那如果是电动巴士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太阳能的这个板子呢 事实上在车顶上也可以应用到一样的一个年限 这个住与住的之间的距离都是大概是7米 全力提升玻璃发展 针对农地国内业者绞尽脑汁 研发出各类客制化规格 每一种植物它需要的光都不太一样 依据农作物不同光照需求 可调整出超强光强光中光和弱光功能 预计明年再加一台糖两万多平方米的土地 打造出首座农店共生示范场 这个是我们根据这个国际学刊上面 各种植物它所需要的光的需求 饱和度去做调整 然后让我们的一地可以两用 追求2050年碳中和目标 近200家国内外厂商 齐聚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展 洗手为绿能打造完整供应链 大一新闻消息节 叶宜林台北部导 好 洗手绿能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就能办得到 看看这个是台北大安区 信义新城社区 从2018年开始在屋顶重启电来 总共有250多瓶 一年的发电量达到14万度 不只解决了屋顶炎热以及漏水问题 透过太阳能发电 一年更可以减少碳排放 碳排放700多公斤 夏季高温真的让人受不了 今年7月台北侧站更曾标破39.7度 创下新高 不少社区干脆在屋顶加装太阳能板 吸收热能 开了冷气还是觉得热 那么现在装了太阳能板以后 我们温度自然降低了 大概大概3度到5度的样子 我们现在就在台北市大安区的 信义新城社区 可以看到五栋大楼的屋顶都装设了太阳能板 总面积达到了250平 年发电量可以有14万度 我们这个发电一共是145k瓦 一年发电卖给台电可以有100万的收入 一方面是响应这个环保 也顺便就解决了我顶楼漏水的问题 一年也可以节省到好几十万 台电它是需要交流电 所以它要经过这个变流器 日照强度发电数据一目了然 透过APP还能监看社区内实作电厂数据 到12月8号已经发电14849度 比去年还要高 太阳多它的发电量就会增加 所以我们从这个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日后是这种气候异常是会越来越严重 屋顶太阳能发电不止减碳 更透过管线回收雨水再利用 社区绿建筑成为气候变迁下一大趋势 大新闻高龄登印中台北报导 好 近在眼前的天气呢 现在冬季干冷皮肤容易干痒 尤其是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 痒到受不了可能会抓破流血 而现在有新药问世了 这是一种全新的非类固醇药膏 对轻中度的患者有很好的效果 但面对皮肤的干痒问题 乳液该怎么挑才会保湿 医师也有建议 天气明显变化 或者是环境变糟的时候 我的全身就会发痒 那那个痒是不能控制 就是我会一直想要抓它 然后甚至抓到破皮流血 29岁工程师受异味性皮肤炎困扰多年 这边痒那边也痒 大大影响工作专注力 皮肤脱卸更招来异样眼光 常用的肋固醇外用药膏也无法解决问题 内固醇药膏原本是为了解决局部骚痒 避免复发 但因为副作用让病患避而远之 现在有新药 不含内固醇也能抑制骚痒发炎 尤其冬天干冷 一般民众也容易出现皮肤干痒 医师建议乳液当然是越油越保湿 不过干性肌可以选择脂地较厚的乳霜 容易流汗的人可以选用清透型的乳液 但大原则都是不含香精和防腐剂 医师建议擦乳液最好的时机 是一洗完澡就要马上擦 不足肌肤冲热水被带走的水分 减少军裂肝痒又反复骚抓的恶性循环 大约新闻全上的健宽台北报道 行销故乡这群小朋友很努力 这是在高雄迷陀的南国小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迷陀地图 外形看到了一个大斗笠所包覆着 看看孩子们如何来推销他们的故乡 手机扫描秀出介绍迷陀的影片 影片中的解说员就是自己 很高兴 因为可以介绍吴家古厕 南安国小校门口新设迷陀导览地图 由学生来介绍家乡的美 迷陀又有一个称号叫做斗笠的故乡 游客他们看到斗笠的造型 就会想要走过来 那走过来之后就会看到地图 如果要做一个深度的旅游 会对他们有帮助 耶 跨上一点 再高一点 耶 来高一点 耶 学生得进行说学逗唱的训练 还得练习英文导览 前往各个景点录制影片时还下雨 雨下很大 要是没下雨或雨下小一点的时候赶快录 但是努力辛苦付出也觉得很开心 让我学会了怎么介绍皮影系 有外国人来我可以跟他介绍我们南安的特色 学生中英双语师长负责闽南语 透过多种语言要行销高雄迷陀的人文风光 大约新闻 陈一真 周日平 高雄报道 也要为他们加油 这是为了特殊学生所举办的运动会 看看他们的成绩如何 方轩克服肢体障碍 奋力向前爬 贺妈妈为他加油 从无法行走到行动自如 他们克服无比的艰辛与苦痛 四五个月发现 怎么好像还不会翻身啊 然后眼神追逝都不够 才去马街做一些治疗 语言治疗 智能治疗 都有做安排这样子 那我们大概是到了快三岁 觉得好像真的好像都长不大 体重也没有追上来 身高也没有追上来 然后认知程度也不够 跟着节拍舞动身体 很难想象即将毕业的方轩方佑 刚入学时必须依靠推车行动 三岁时确诊罹患罕见疾病 小黑人症 对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 何妈妈来说 是一生中最大的考验 不管是罕见疾病 或是一般老买的孩子 我觉得这种心情 父母一定都会觉得很 很难以接受 我先生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他认为孩子 他会去找 有能力照顾他的爸妈 那他就说你看你这么有能力 上次一次给你两个 表示你能力这么好 你可以照顾好他们两个 一路陪伴方轩方佑长大的 谢志轩老师 就像是他们的第二个妈妈 无为不至地照顾 努力让他们学会独立自主 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练他们 就是走路的部分 对然后其实他们也是很努力 对其实我也知道就是很辛苦 但他们也愿意配合我 然后跟我们一起努力这样 我的班校理念就是 肯定每一个存在生命的价值 是啊 而且虽然今晚说我都用学 用猪肉剧公园里面的一句话说 生命自己会找出路 但是对于这些个 我称之为天使的孩子 他先天不足 那我们后天就应该比他 比一般生给予的更多 我小二年级的弟弟 陪伴方轩芳又跳舞 由于小黑人症不是遗传疾病 和妈妈勇敢地又怀了第四胎 要不要炸果汁 要炸果汁 你说炸果汁 烤饼干 炸饼干 耶 好棒 什么都不要怕 因为有妈妈在 只要不放弃 人生就有各种可能 和妈妈说 全家人会一起勇敢地 面对未来的困境 大爱新闻 蔡佩颖简缘集 台北报导 二台午餐会算一算 也要来看看时间之下 他们的成绩是如何 今天要连线到马来西亚 要持续关注当地 慈离志工 所推动的全植物性饮食 二十天挑战 立刻透过连线 请吉隆坡的主播 林毅告诉我们 从个人到企业 是如何透过了饮食 还有行动来保护地球 英毅好 家家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英毅 这里是马来西亚 吉隆坡现场 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未平息 除了接种疫苗 预防重症 马来西亚的民众 也开始注重个人健康 增强免疫力 延续健康挑战 二十一的热潮 马来西亚东海岸城市 关丹的全植物性饮食运动 也掀开序幕 一手斩锅 一手翻炒 这是餐厅老板 第一次准备 全植物性餐盒 我们一定是怕这样子嘛 没有饱落嘛 因为都没有试过 过后是因为 一直有煮 是煮 是吃 是煮 是吃 这样子 摸一下 摸一下 觉得应该还好吧 就是你的碳水和火锅 就放这个格子 然后这个肠格子呢 就是这个餐盒的肠格子 我们的两种的蔬菜类啊 都是摆放在这里 因为餐厅的员工们 都是第一次接受 这样的一个的健康的摆盘方式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这样 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那个 Separo Suku-Suku 应该要放在哪一个格子 这个健康餐 你要这样化妆 帮她化妆 化得美美 健康饮食风潮 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捧横关丹 慈激志工在社区 推动健康挑战 21天活动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病从口路 饮食才是根源 如果我们吃对的食物 才可以减少吃药 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它的帮助就是 那个胆固醇 跟那个血的油 有下 下油先下很多 关于血压 也是有一点帮助 提倡天然 以及少油少盐饮食 从民众外送订单 可以看到受欢迎程度 我觉得很好 因为外面毕竟要找 这样的健康产 则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这样的地址 活动产 如果有下一次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很OK 好 我们恭喜 梁广城先生 他获得了最佳 体重改善奖 去拿那个 医院的报告的时候 我发现 每一项都在下降了 健康很大的改善 有研究显示 21天可以改变 一个人的习惯 期许透过参与 全植物性饮食 培养参与者 良好饮食习惯之余 也改善健康 大爱新闻 珍晒美志工 廖敏宇 马来西亚报导 照顾自己的健康 也要重视环境的健康 尽头回到吉隆坡 有不少私人企业 开始关注 全球气候的问题 除了响应政府 推动的绿色政策外 这些企业也在公司内 提倡节能减碳的 工作方案 此季雪龙分会的志工 收邀向旗下的职员 分享环保知识 希望能提高 员工们的环保意识 将清净在源头的概念 落实在企业里 白纸 塑料餐盒 包装纸等 没有经过粉类 就丢进办公室垃圾桶 为了提高环保意识 企业邀请慈激雪龙分会志工 到场分享 我们期待 这样的一个企业 环保推动这样的一分享 它会是一个 第一个这样的总值 它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落实 希望能够带来 另外一个 其他企业的 一个善的影响力 你做饭 你不会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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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没有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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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帮助 增加我们的知识 这个职员让他们想 一直在想 要怎么去 做更多 做更多 对环保护 那些数量 我们以为是 吃了就丢就算 但是它要拿很久的时间 有些是 一亿亿亿 或者是 几年的时间 才可以融掉 从中我们 学习到很多 这些知识 我希望 这些后 我能够 把这些 我今天学习 做得到 好用 可以开始 和我同学 或在家 和其他人 可以看到 很多 他们的公司 的人 会好像 很有心 真正的 要做 期许带动 企业环保风气 为地球永续 尽以奋力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张志亮 马来西亚报导 联合国气候变迁峰会 COP26 上个月在英国 格拉斯哥 刚刚落幕 虽然会上各国领袖 达成了停止砍发森林 减少甲烷排放的协议 但逐缓全球暖化 每一位地球公民 则无旁贷 转换成植物性饮食 减少垃圾的产生 能为我们的蓝色星球 带来更好的明天 好的 现在把时间交换给佳蓁 好 蓝色星球的未来 都在你我的一个选择 像现在在绿色潮流之下 其实蛮多人会选择 我的下一台车 要选的是电动车 像我本身在买机车的时候 骑机车嘛 也会考虑好久 我是要买电动车呢 还是买一般的就好 的确会闪过很多的念头 但是往往我们可能 所忽略的是背后的问题 或者是没有思考到的 例如在为车子充电的能源 在发电过程中 是不是也会排碳呢 这一点国家政府 也要把它正视这个问题才行 也想再请问因应了 马来西亚所制定的能源政策 又是如何 好的 佳蓁 那马来西亚呢 签署了2015年巴黎协定 那政府允诺呢 在2030年以前 把碳排放量降低到35% 不过呢 目前来看 政府的作为还不足够 因为煤炭作为全球最大的 石化燃料来源 其实马来西亚是主要的发电燃料 那根据马来西亚独立媒体的报导 近十年来 马来西亚煤炭的使用量 不减仿真 可是政府也是有努力过的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启动了国家再生能源政策 和行动计划 那致力呢 在国家推动这个再生能源的使用 那预计呢 在2032年 让这个再生能源 占全国电力的结构 百分之三十亿的比例 那最后呢 政府在净零碳排放的 这个计划上呢 要等到明年2022年 才会有详细的公布 好的 佳蓁 好的 佳蓁 政府都在努力朝绿色能源发展 毕竟你要的是绿色能源 又要它便宜 这无法是并行的 因此 势必得有所牺牲 也有所行动才行 谢谢音益的连线报导 继续是我们的专题 救救毛小孩 这个画面先考考你 如果说是一只残缺的动物 它可能少了三只脚 你还会领养它 任养它吗 这也是一个大灾问 因为呢 其实毛小孩 大家都疼爱 但如果是面对了是一只 残缺的毛小孩 你要如何来照顾它 它走路就是因为它会 就是骨头会敲地板 所以其实它不会 自己就不会去走那边了 地板铺了软垫 猫沙盆没有高度 这都是为了十只残疾猫 所打造的生活空间 因为这样子的猫要去找 适当的环境跟 适当的一个场所去照顾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大部分还是都会关聋 一般人可能觉得说 那这种猫就是要安乐啦 或是这种猫就是没有办法生活啦 会希望大家去看到它们真的就是 适应生活努力生活的一个状况 Swin最近接手照顾的新成员 是今年二月被不受夹夹断三条腿的明星 好啦 没事啦 没事 灵活地跳下沙发 躲避陌生人 能够再度行走 是多么幸运的事 她平常的话就是大概我们都会抱着在那边 就是她会撒娇 她刚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她其实是很紧张 然后呢 她就是那时候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陪她 她也不认识我 然后对环境也是很陌生的 所以其实是一直跟她互动 然后才建立起信任的 回顾半年前 明星受伤的经过 令人触目惊心 红包店在前面那个菜园 旁边那个girls那里的地上 那时候我们就赶到现场 她就是在这边地上 她的现节是从里面延伸被绑死的状态 延伸出来的 那时候不受夹 对不受夹 那时候的照片 就是从那边跳下去 然后这样走 跳下了那个山崖下去之后 从这边这样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慢慢走 她有从水沟硬跳硬跳 竟然让她往上跳 就是有点翻爬 一边滚一边爬往这边走 确定她往这边跑之后 我就开始从那边做搜寻 我刚好听到她的二楼 有那种咕咕咕咕声 后来过十分钟 又开始咕咕咕咕咕 那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一个直觉是 应该是她 为了保命 医生决定拒掉明星的三条腿 硬是从鬼门关前把她救了回来 历经半年的休养 明星终于恢复健康 可以送养了 但是当初放普兽夹 伤害她的人到底是谁 最难的是收证 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放 因为孩子可能被中甲之后 她是拖着甲 拖着痛苦的状态 她从A地跑到B地 那被B地接到通知之后 然后我们再赶到现场 救她可以到C地 对吧 那谁放的 不知道 这个问题凸显的是 动保警察人力严重不足 新北市 100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 动保警察就已经成立了 总共有32个动保警察 也就是说如果有动保案件 那个民众通报 不然派出所 就是请派出所 跟动保处联合一起去 去做那个查案 然后正办这样 今天确实在基金成本上太高 如果真的要 我们讲说要杜绝 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行为 光靠政府可能不一定足够 那就是变成是 我们这些动保团体 要有足够的经费 比如说派人巡山 问题来了 刚刚讲的都很容易 说我们增加更多能力 那预算呢 经费呢 有时候救到一个程度 你会很感动 你会很感慨 就是一直救 真的救不完 如果可以从生命教育开始 由政府机关 然后开立的一些课程 由学校开始 然后家庭教育的施行 是完整的 这个世界不是人类的 应该是所有的生命 是共同去相处 曾经被人类残忍的对待 明星如今却愿意 再度相信人类 那么我们人类呢 好 尊重生命 怎么会和企鹅抢路呢 在非法兴建道路之下 导致摧毁它们的巢穴 三百多个小生命 因此而死亡 放眼望去 整片海滩上 都是麦哲伦企鹅 探头探脑的模样 惹人喜爱 不过近期 却出现严重生态危机 阿根廷通勃角国家保护区 面积达210公顷 是南美洲最富生机的生态区之一 也是麦哲伦契额最主要的棲息地 鼎盛时期 这里曾超过一百万只 不过当地居民因为违法修建道路 除了干扰企鹅前往大海 更造成约三百只小企鹅死亡 一百四十多个巢穴遭到摧毁 通勃角是许多热爱旅游的民众 必去景点之一 这代表企鹅与海鸟漆地受到破坏 影响的不仅是当地生态系 国内经济也将受到冲击 针对违法新建道路的民众 当局已经展开调查 并将会以虐待动物罪进行起诉 在当地虐待动物最高可判处一年刑期 带来新闻这条评议 好 至于他个头非常的娇小 因为他罹患的是一个疾病 叫做先天性的肌肉施养症 就读大二了 体重只有32公斤 走路得靠妈妈来撐扶 但他在大学生活中学到了自信 面糊下锅掌握翻面时机 才能做出可口松饼 做点心让就读大二的张凌莹充满成就感 因为她罹患先天性肌肉施养症 全身肌肉少且圆缩 只有32公斤的她 上学爬楼梯都需要母亲搀扶 体力比较不够 体力严重不足 让她感受不到运动乐趣 但自从上了大学 在学府中心担任公读生 找到成就感与自信 可是大部分可能看到她 只要她跟妈妈出现 我觉得她们的样子都很有活力 而且很有盼望的感觉 妈妈说来学校她做动力 有些事情都是 妈妈说 稍微抱着手 不然一早高小高中高中 我都似乎什么白条 她的成长让母亲欣慰 因为两年多前父亲往生 母女两生活面临挑战 索性有慈激志工陪伴 因为我爸爸过世的关系之后 因为有接触到慈激 比较有空也可以去 环保站可以做志工 就是觉得 其实做志工也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事情 而且还可以学习到很多 虽然身躯禅弱 林颖却很喜欢做环保 用她鲜弱双手 守护着大地 大海新闻 陈一真正乐平高雄报导 台北市立动物园 发生了水豚偷溜事件 幸好在保育人员的斜巡之下 把这个水豚妈妈 还有小水豚绕一圈之后 再引导回园区 最终是平安收场 也赶紧的收看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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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